刘雨昌 李欣欣 你肚子很疼嗎 腦子痛 還有一個的事 你不是總說 有媽的孩子總比沒媽好嗎 話是怎麼說 但是我心里还是不舒服嘛 我真是便宜了 那个讨厌的小橙子了 要是我小哥 他妈也给我带个妹妹 那我这辈子 不就给别人做嫁衣了吗 你这辈子呢 你才多大呀 对了 李津津 你小哥喜欢什么呀 小哥喜欢吃包子 喜欢糖醋排骨面 不是 你小哥不是要过生日了吗 我嘴内知道他喜欢什么 我才能给他买礼物吧 对呀 我小哥下周我过生日 你这事都能忘了 我忘了不奇怪 你怎么想起来的 生日这种事 得拿笔记下来 你小哥到底喜欢什么呀 这耳机紫球应该很喜欢 她最喜欢黑色了 你选得很好嘛 嗯 干吗呀这天一样怪气的 你又不是没有妹妹管了 你管我干吗呀 尝吗 欢呀 乍来呀 这次你都气啊 吃你做谁稀罕呀 我还有我小哥呢 这个耳机AA的钱 我回家给你哦 是 给你个什么 perder 赵琪啊 去跟你儿таки聊天 我得打杨夑 你干吗 我正坐着饭呢 你又不会弄 再说那边不是 李洆base陪的吗 李洆斯又不得人 你外事了 快去 哎呀我求你了 我跟我二一 真没什么话说 快去啊 姨姨特意过来给你过生了 没话说找话是吧 对 我说上那切好的水果端进去 你别动刀了 切着手 你把那香菜洗吧 行 李嘉大小姐 叫我娟娟就好了 姜姨 你弄这个不耽误学习啊 不耽误啊 平时我学习也不好 二姨 来 李贤贤 刚切了苹果 你快吃 来 贤贤吃 你这手脏了 那有天儿吗不是 你瞧你这桌弄的 一会儿你自己收拾啊 知道 来 来 二姨 你要说什么呀 直接在外面说不就好了吗 那你坐下 好 你刚才怎么那么跟李静静说话呀 我怎么跟她说话了 我就是正常跟她说话了 二姨 你不过真把李静静 当李嘉大小姐了吧 反正你那么跟她说话就不对 你在人家家里白吃白喝的 人家还负担着你的学费 你给人收拾一下桌子怎么了 二姨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在家里一定得勤快 二姨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 你不能跟人家灵霄比呀 人家爸爸是给了钱的不一样 所以说啊 你在家里一定得懂事的啊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我估计啊 忘取蛋糕了 都走楼底下了 又回去取去了 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 来来来来来 你怎么才回来呀 爸 我这走到楼下了 相信蛋糕没拿 你干我说什么来的 来 那个 叫小剑吃饭 好 你知道六个座门打包我多醒了吗 你现在的好条件啊 不是白来的 人家没有义务负担你的学费 所以说啊 子秋 咱得知道珍惜 知道感恩 子秋 出来端菜 端菜 好 来了 小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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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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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 拿了 吃 贺兰 别客气啊 我们家人不会让 想吃什么吃什么 对 对 海潮做这个红烧肉啊 特别的棒 拿手 吃 自己来 你来到这儿 还不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啊 嗯嗯嗯嗯嗯 今天子秋过生日我多唠双两句 你说句实话 要是没有海潮哥呀 就没有紫秋的今天 他要以后敢不孝顺 我第一个打折他腿 紫秋 你起来敬你爸一杯酒 你吃汗了 你吃汗了 你起来 你敬他一杯 爸 我敬你一杯 行行行 你喝碎 你少喝点 太甜了 吃菜了 你这孩子 你爸那酒都还没倒上呢 你看这马上都十八岁 到现在还不懂事呢 那个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 你 你培养他那么多年 挺辛苦的 行行行行 都坐下吃饭吧 吃饭吃饭吃饭 对了 紫秋啊 敬你林爸爸一杯 快点 坐下坐 我不用 我不用 林爸 你给我小哥准备的生日礼物呢 我猜 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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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劲了啊 没劲了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一定会准备红包呢 因为除了红包 你没有别的 你看 还是我姑娘了解我 红包 来 子秋 生日快乐 我 我看看包了多少 干吗抢我红包啊 你包了这么多呀 去年我生日才给我六百 今天涨价了 不是 明年你生日 也涨价 真的啊 真的 真的 来吧 来来来来来 小哥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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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今天这菜炒的味道真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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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别喝了 林小平 下午不许去所里 他留下 陪我喝酒 我已经请假了 我已经请假了 我陪你喝 我陪你喝 白痴